鬼滅之刃 陰柱 雨髓 天園 就是景品類的 就是比較小隻 然後走一個比較便宜的路線 但是整體的感覺 是我當初看到喜歡的 上下半身 插銷底柱還有他的日輪刀 哇 這隻跟之前Liro那一隻 都是動作無敵之帥啊 這隻雖然他是個景品 然後配上了自己裝上了 日輪刀 然後還有中間的這個鏈條 整體的這種戰鬥感覺 非常濃烈 頭雕 也是非常的OK 然後護兒 然後身上的飾品 日輪刀 惡鬼滅殺 整個日輪刀塗裝也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身上 這種 超級閃亮的這種飾品 全部 都算 非常的好看 然後抖大的肌肉 然後偏白的膚色 然後耳環 整隻 櫻柱 超級無敵殺的 然後後面的這種衣服 然後衣服後面的這一些 在飛揚的樣子 然後這個蜜 整體的這種 戰鬥感覺 超級好看 鞋子的部分 然後他的 整身的服裝 一直延續到 襪子這邊 都會有一點點 這種亮光漆的感覺 你看 超級無敵搭的 整隻 整隻 形態還原的 相當之好 牛扣的部分 金色的 這隻日輪刀真的是帥爆 然後配上了他這個紫色的 超級無敵搭的 超級無敵搭的 非常帥的一隻 鷹柱 地台整個組裝起來騰空的感覺 超級好看 跟 盒子的官圖一比 我個人覺得 實體比官圖其實還要來得再更加的好看 好看 這隻令我有點就出乎意料的 好看 就拿到實體之後你會覺得跟官圖其實還是 有一點點差別 差別是竟然更好看的 但是 如果對你是對於 身上有一些這種類似 亮光漆 油亮感的部分的話 你在意的話 這隻你也可以就直接跳過 因為他 整身 衣服 到腳 他都會有 透出這樣子 亮亮的這種感覺 但是日輪刀加上 陰柱的頭雕 還有他這種 高大壯碩的 身形 其實 復刻出來算是相當相當的算精準了 我自己覺得 整個身形 配上動作 頭雕跟武器 超級無敵帥的 雖然他只是一隻 普通的景品 但 架上地台整個騰空 在這種 揮 日輪刀的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 銀柱 就是呈現出 漫畫或是動畫上面這種帥氣美男子的樣子 非常非常的 帥氣 實說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